改皮換膚 老皮換新皮 如何利用一週 21天或者是一個月 自己來個居家換膚大改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最近啊 因為全球疫情的關係 歐美地區很多人都被隔離在家 不敢出門 那我們現在在相對比較安全的台灣 其實啊 大家也都幾乎都 比較減少去人多的地方 或者是乾脆就直接宅在家 如果啊 你有比較長時間 待在家裡的時間 不妨我們就來進行一個肌膚的大改造 醫美診所的患膚啊 他的患膚其實是用患張臉 患張皮 那個手部的患 那他其實啊 醫生都是用比較高濃度的酸類 或者是PH值比較低的酸類 去進行一個角質層外層的強制玻璃 那因為強制玻璃的話 你的皮膚就會很快長出 就是Push你快速長出新生的嫩皮 那這個手段是比較激烈的 這個是需要在醫師的操作之下才能完成 那我們這邊所說的患膚啊 我們居家的患膚或者是一些保養品 一些產品用的患膚 通常會用火字旁的患膚 火字旁的患膚啊 其實就是手字旁的小妹妹 他的手法比較溫和 比較不刺激 是讓你的肌膚患然一新的感覺 如果你有比較長時間可以待在家做這個居家患膚的療程 我是非常非常的建議這一陣子可以來做一下 我今天要介紹兩類的患膚產品 前一類啊 就是如果你的皮膚比較不怕痛 不怕刺 不怕癢 你就用酸類的來患膚 其實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另外一類啊 就是我可能是借了這個業界 都是非常頂級尊貴的一些溫和的 就是無創的患膚療程 其中有一個應該是很多人幾乎沒有看過的東西 你們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那第一個呢 我就要介紹那個就是比較酸類的代表 就是伊麗莎白亞頓的這個愛蒂本的一個患膚的安瓶 那它其實啊 裡面就是有很清楚的標示1234 那一瓶呢 就是用一個禮拜 然後呢 這樣子標榜四周之後 你的皮膚就是一個老皮換新皮 那它裡面呢 其實就是用到酸類 那它的酸其實非常非常的溫和 它是用到了乳酸跟葡萄糖酸 其實這兩個酸其實就是 如果是對醫生的果酸患膚來說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溫和 那使用的時候啊 就是它這裡面我剛說到 它其實是乳酸跟葡萄糖酸 雖然是四季 可是它裡面的那個PH值其實是不一樣的 它上面會有一個黃色的這個按鈕 就是壓下去啊 它其實裡面有一些 他們品牌比較明星的愛蒂本的粉末 黃色的粉末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在換膚的療程當中 有一個粉末可以幫助你抗氧化 那其實就是這樣按下去 然後你看就會變黃了 然後搖搖變成這個黃色的 你就可以進行換膚 一瓶就是用一周 你就是乖乖的把它用完 那通常它這個包裝大概你每一次使用就是兩個滴管 就是按壓兩個滴管下來 七天的量 所以一次就是使用 這是這個叫做一滴管 一滴管 然後呢 兩滴管 其實就是用這麼多 你看 黃黃的乳液 然後呢 這樣子抹完之後就抹整臉 抹完臉 因為它是換膚嘛 所以你就大概停留15到20分鐘 那如果你會覺得一撒上去有點微微的刺動感 好像蠻刺的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等待 直接擦一下保濕乳液其實就可以得到一些安撫的效果 所以這四瓶用完之後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皮膚真的比較細滑 而且毛細孔就真的比較小了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倩碧的這個小C跟小A的安品 那其實他們這個小C就是有維他命C 大概10%的成分的一個維他命C的安品 那A就是有A醇 那他們本來是分開出的 可是後來他們品牌發現 如果我把它組成一個這樣子的療程 就是每天早上我用維他命C 然後晚上用維他命A 其實換膚 以及讓皮膚的效果會更好 像剛剛我介紹的這個Arden 它是每天晚上做 那倩碧的這個呢就是早晚不同的使用 它也是一個安品的形式嘛 所以它上面其實也有一些乾燥的粉末 像橘色有維他命C粉末 那A就是有A醇的粉末 在使用前你也是把它按下去 然後搖一搖 然後呢就是記得就是一瓶大概就是7到10天一定要用完 那我覺得他們家很貼心的地方是 你看它這邊有你可以附住你是幾年幾月幾日把它混合的 因為像如果說你平常在上班要用這個你真的是會忘掉 也忘記自己是哪時候把這兩個東西混合的 那如果是現在你比較有時間 或者是你把它記錄下來 你就不會忘記你7天之內要把它用完 那因為你白天用維他命C 你的皮膚會變得比較平滑而且柔嫩 那晚上用維他命A 它就可以幫助你的皮膚修護 然後有一些細紋啊 一些一些老的一些紋路就可以撫平 所以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效果了 接下來我要介紹就是這個HR的這個 也是一個換膚的精露 那這個HR的這個換膚精露 其實我覺得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溫和 大部分的換膚都是用酸類嘛 頂多再利用一些乳液讓它舒緩 可是你們看一下這一瓶 凝露其實它有兩層 兩層的一個成分 就是它下面其實是它的酸類 上面呢漂浮著一半的是它的甘油的成分 所以呢它是直接把 那個醫學換膚的手術那個兩個步驟 直接換成它產品的兩個步驟 兩個階段 兩個階段一起混合 你在做就是一個玻璃角質的 這個輕微的換膚的時候 就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刺激感 所以就是連敏感性的肌膚都可以使用 所以使用前就是先搖一搖 搖一搖它就變成一個就是混合的形態 所以裡面有酸類跟甘油 就是當你擦拭在皮膚上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像擦拭一般的保養品一樣 不會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它就是洗完臉之後呢 它的這個蓋子就是輕輕的轉開來 然後呢你就直接擦在皮膚上面 其實這個質地就是有一點點是很清爽的油 擦完之後啊 你的表面其實是蠻有光澤感的 它就是一邊在幫你輕微的去角質 一邊立刻產生一個油質的保護膜保護你 所以你的皮膚不會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覺 那其實我最近也是有在用這個東西 就覺得說用完之後 有一天啊我就摸我的臉 發現超滑的欸 因為最近戴口罩 然後而且政府都在宣導不要常摸你的臉 那一天就是很認真的摸一下 想說欸真的變得蠻光滑的欸 所以我覺得這個效果 換皮的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像之前啊有人問我啊 說就是我如果在做這些換膚療程 暴痘是正常的嗎 那我上次也問過皮膚科醫師 皮膚科醫師是說 如果你在做一些 使用一些A酸啊A醇啊 或者一些果酸乳酸 這些酸類的東西在換膚 它暴痘絕對是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在做一些角質剝落的時候 那你角質剝落了嘛 所以你的下面的油脂層 就會立刻馬上分泌出來 那就會長痘痘 其實這是一個正常的代謝過程 是絕對是正常的 接下來啊我要介紹 三個極為罕見的安平患膚保養 那他們其實都沒有酸類 其實都會有一個非常愉悅的保養過程 我所謂的極為罕見 是因為他們在市場上的能見度 其實相當的低 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夠看到的產品 另外他們的價錢大概是從五位數到六位數 其實真的非常驚人 那到底是多少錢 你們就是可以自己上網查 也是查得到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要介紹這個金色包裝的迪奧 再生花蜜的一個安平的凝露 這個迪奧的再生花蜜的 幻顏凝露啊 它其實有三個安平 那它的設計其實也蠻 就是盒子不能丟 因為呢它的這個底部是尖的站不起來 那它其實是三週的療程 一管用一週 它第一週啊 其實是讓你的疲憊的肌膚 得到一個大休息 然後呢第二週呢 再幫你的肌膚進行一個大修護 第三週呢 再幫肌膚進行一個大的防禦 跟提升保護能力的效果 那裡面呢 其實都用到了 甘薇拉的玫瑰金翠 還有一個再生花蜜 那它這個質地啊 其實就是凝露的質地 它就是一個黃色的凝膠質地 那擦完之後啊 其實就會覺得皮膚 好像就是一種很柔滑的感覺 然後呢 而且其實我這個系列 我最喜歡是它的味道 因為就是一個 就是玫瑰 可是不是那種粉味的玫瑰 是一種有結合一些根莖枝葉的玫瑰 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它三週的這個光是在顏色上面的 那個深淺濃度有點不一樣 就是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 第三週的濃度最深 所以第三週是給肌膚一個 大強力的大保護的概念 三週之後就是皮膚真的新生了 而且真的是很柔軟很舒服 不會有任何的刺痛感 鞍瓶啊其實除了這個三瓶凝露之外啊 其實它另外還有附三包面膜 那這面膜是什麼時候使用呢 因為像一瓶鞍瓶 它就是每天早晚使用三週嘛 那就是第一週的第一天的早上 當你塗完這個凝露之後 你就敷臉 敷完之後就繼續做你的療程 那第二週呢 也是的第一天的早上 塗完這個凝露之後敷第二片面膜 第三週的第一天的早上 塗完這個之後再敷上面膜 這一個療程21天做完之後 你的皮膚真的就像baby肌一樣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四管 是嬌瀾的一個28天的奇蹟錄 那這個其實是我本人所有 就是我去年年底開始用這個 可是就是太忙了 所以就是有點有一搭沒有一搭 我現在才用到了第二管 所以我還是要利用時間 把前面的補起來 雖然這是比較不正常的使用方式 第一週就是一個淨化排毒的概念 那你使用的時候 因為在幫你淨化排毒嘛 所以可以利用畫圈的方式 尤其是一些鼻翼啊 這些就是毛細孔比較髒的地方 容易堆雜質的地方 就可以用按摩的方式把它按摩掉 那我覺得啊 因為聽起來是一個深度換膚跟排毒 可是其實它的質地是 這種其實已經幾乎用完了啦 擠不出來了 就是它就是一個乳液的概念 所以就是 如果你就是一直按摩畫圈 也不會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覺 跟酸類的換膚其實很不一樣 因為這種比較就是頂級的一個療程 它就是要給你一個愉悅的感覺比較重要 然後再藉由它一些比較 封潤的質地幫你進行逐步的改造 第二週呢 其實就是幫你進行一個拋光換膚的概念 那拋光換膚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繼續幫你的肌膚做 繼續的深層清潔 第三週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進入了一個 仿造雷射磨皮的概念 雷射磨皮聽起來有點恐怖 可是呢 它其實一樣 還是一個乳霜的質地 就是乳霜的質地 只是它的手法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推開來之後啊 把你的手握成拳頭 然後用拳頭的方式在臉上這樣滾動 滾動 滾動 類似那種醫學的磨皮的概念 然後呢 使用完這一週之後呢 你的皮膚就會更緊 更亮 更有彈性 最後一週就要讓你的皮膚有一個 最好堅強的保護跟防禦效果 因為你前面都做完了嘛 所以你要出門了 你的皮膚可以見客了 然後你的皮膚就是有一層保護膜 所以就算是外面有一些傷害啊 它也傷害不了你 那這四個步驟啊 其實我自己覺得 用完之後就是它的皮膚 就是真的比較彈潤 因為它都是乳霜的質地 然後加上它這個 椒藍一個黑鑽的藍花的成分 是一個很頂級的明星成分 可以讓你在四周的換膚過程當中 非常的愉悅舒服 然後四周你就會看到很明顯 變成一個很嫩肌膚的效果 最後這一組啊 是這個海洋拉娜的 21天活服安平 其實在十幾年前就上市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啊 我有因為它去參加海外記者會 那因為當時年紀還滿輕的 覺得這一組這麼昂貴的安平 我應該不會使用 所以我就把它誠心誠意地供起來 就沒想到一放也放了十幾年 然後呢 因為這次要做這個題目 就讓我想到 對 其實他們家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一個安平的療程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東西非常的厲害 一般如果你是海洋拉娜的使用者 你可能還不一定會知道這個產品 因為這個產品他們基本上是 沒有放在專櫃上販售的 那它怎麼賣呢 就是除非你是他們品牌的頂級愛用者 你有這個需求 專櫃小姐才會跟你說 那跟你說跟你介紹完之後呢 如果你決定你要的話 你必須要下訂 國愛才會做 才會送來給你 所以你在櫃上是不可能看到它的蹤影的 如果你是過路科 你根本連看都看不到 那這個是十幾年前 我在海外記者會的時候獲得的這一組 那其實大家看一下 其實已經有點成風已久的概念 不過呢 它這裡面呢 其實就是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三支的安平 所以這是它十年前的樣子 就是三支低管 那三個安平其實它最早最早的使用方式 是放在這個電磁能的底座裡面 它的這個透明的底座 它據說是有一個磁能的效果 所以呢 它就是裡面有一個 不用充電的磁能 它可以讓這個磁能 跟這個產品裡面的成分 發揮最好的效果 所以你用完之後放回去 它就立刻繼續的充磁 那之前第一代的時候 它其實是這個低管的形式 就是說你把它拿出來 放下去搖一搖 用低管的形式 過了十來年 它其實已經進化到第三代 那第三代長什麼樣呢 我先把它收起來 因為這個是個人珍藏的物品 第三代 登登 在這裡 第三代呢 就是它一樣維持這個 墨綠色海藻的概念 只是就是變得更現代化 我覺得也蠻漂亮的啦 那打開之後呢 一樣就是三管 三管的概念 那它不變的是它還是 它這個底座 其實還是就是不能夠亂丟 裡面還是有一個磁能的效果 它這個磁能就是讓它可以 在不用的時候放回去 那它第三代呢 其實就把它的那個低管形式 改成這個按壓形式 就比較好使用 它的唯一要做的就是 讓你的肌膚進行一個大休息 就是讓你的肌膚變成一個 好像進入一個冬眠的狀態 它可以利用休息的時候 開始儲備能量 儲備各式各樣 以後都要對抗外界環境的能量 所以當它21天大休息完之後 它就是一個煥然一新的皮膚了 其實它的質地上面 我也覺得非常非常的不錯 就是擠出來呢 它也是一個濃郁的 有點凝乳的感覺 所以呢其實擦起來 也是非常非常的柔滑跟舒服 就如果你之後不要再擦乳霜 好像也行 洗完臉之後可能擦個化妝水 再擦它 頂多頂多再加個乳衣就結束了 然後呢白天的時候再加一個 就是還有防曬系數的產品 就可以出去了 所以聽說啦 這一組產品 雖然就是各十百千萬十萬 六位數字 其實呢它在台灣一年 大概可以賣到200多組 聽說有很多就是愛用者 它每次到換季的時候 它就會使用一組 那其實台灣一年賣了200多組 它是全球真是賣的最好的前三名 所以真的就是這個頂級的換膚療程 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境界 覺得也是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以上啊就是我介紹一些居家換膚 不管是有點有感的 或者是奢華感的 漸進式的或者是無創的 其實換膚都可以讓你的肌膚焕然一新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那我就收囉 好 看這個你們買得起嗎 就是十萬多的東西你們買得起嗎 買得起嗎 我知道你們買不起 我也買不起 為什麼我要介紹它呢 反正就大開眼界嘛 因為這個市場上能見度實在太低了 來Vogue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一些大開眼界的東西 接受到不穿多了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